最近有很多国内的朋友来问我关于美国大选的情况 特朗普哈里斯谁能当选 其实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根据历史的分析 摇摆州依然起着关键的因素 今年我们将目光放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股美国大选的神秘力量 摇摆州 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会随风摇摆的小角色 但是他却能关系着谁能当选美国总统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既不偏蓝民主党 也不偏红共和党 每次选举都摇摆不定的州 对候选人来说 摇摆州就是那种到底爱不爱我的角色 不停在两方之间试探让人揪心 说到经典摇摆州 佛罗里达绝对榜上有名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0年布什和戈尔那场激烈对决 佛州几百票之差决定了总统归属 让佛州一战成名 不过在024年 佛罗里达不再被普遍的视为摇摆州 原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 大量保守派移民从东北部迁入 改变了选民基础 拉丁裔选民的转向 尤其是古巴裔和委内瑞拉裔逐渐支持共和党 共和党的政策优势 德桑蒂斯的政策赢得了当地保守派的广泛支持 选举改革 州内选举制度改革也更加利于共和党 民主党资源减少 民主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真正的摇摆州上 综合来看 这些原因使得佛罗里达在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再被视为摇摆州 那今年还要关注哪些摇摆州呢 宾夕法尼亚 威斯康星 内华达 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 依然是候选人重点争夺的战场 宾夕法尼亚也就是铁锈带的一部分 常常因为蓝领阶层的投票而变化 2016年 宾州选择了特朗普 因为他承诺重振制造业和保障蓝领利益 而在2020年 拜登成功赢得宾州 重回民主党阵营 这对他的胜选至关重要 威斯康星的情况类似 2016年 他帮助了特朗普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但是在2020年 却选择了拜登 威斯康星的选民们在关注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上 与全国趋势一致 这让拜登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再来说说 内华达州 这个是拥有赌城的州 人口结构和政治倾向同样的多元化 内华达州的选民里有大量的拉丁裔社区 他们的政策偏好逐渐倾向于民主党 尽管内华达近年偏蓝 但选举结果通常接近 因此双方都会在这里投入大量的资源 此外 内华达的移民政策 旅游业和经济复苏一提都让他们在大选中成为了候选人的争夺热点 北卡罗莱纳在近年的选举中表现接近 虽然传统上偏向共和党 但随着年轻人口和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 这里逐渐成为竞争激烈的摇摆州 2016年支持特朗普 2020年仍然以微弱差距支持了共和党 选民基础的变化让双方在这里的争夺越发激烈 乔治亚在2020年选举中的转向 至今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在几十年支持共和党之后 该州竟然以微弱优势支持了拜登 选举后特朗普公开指责乔治亚存在假选票和选举舞弊的情况 并多次要求重新计票 然而经过多轮审查 乔治亚的选举结果得到了确认 拜登胜利仍然有效 乔治亚这一翻蓝现象 主要是因为亚特兰大和周边地区年轻选民 少数族裔选民的增长 让乔治亚也成为未来大选的摇摆州 其实不仅仅是乔治亚 德克萨斯州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摇摆州 甚至翻蓝 这可是一个传统的红脖子州 州长几次闹着要独立 总和联邦政府对着干 尤其是拜登当政的时候 不过随着德州人口的结构巨大变化 尤其是大城市 如休斯敦 达拉斯和奥斯丁的快速发展和多元化 德州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大量年轻人和移民的迁入 带来了更多多元化的政治倾向 加上德州的拉丁裔人口持续增加 他们逐渐偏向民主党 使得德州未来有可能不再稳固于共和党 今天关于摇摆州的分析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两位候选人特朗普哈里斯 谁能赢得关键摇摆州的选票 让我们拭目以待